今天晚上回答大家的问题 看来问题还是比较多 也只能回答一部分 请问修净土法门 信愿持民 一身佛号 生性切愿 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否还需要上早晚课 选什么内容为好 请开始 早晚课在寺院里面 有寺院丛林的早晚课 如果作为居士 你可以根据你的工作生活的情况 制定一个简单的早晚课 一般你就念阿弥陀经 往生咒 战斧记 就开始念佛 一个小时或念一个小时 最后佛前回向 这个三归一就可以了 选什么内容为好 你可以我们印尽处印了一本 净土五经日盛基要 在家居士能把那本日盛基要 作为一个做早晚功课的本质 就不错了 请问法师 我们修净土法门 学习五经一论 是否看一下 可否看一下其他经典 如地藏经 华严经 仁艳经 法华经 算不算杂修 请慈悲开始 修净土法门 以学习净土五经一论为主 先在解门 解行方面 一门深入 等净土一论 学得差不多了 比较熟悉了 可以扩大自己 读经典的范围 像你讲的这几部经 都是可以读诵的 这是大乘方等经典 把读诵 或者读诵这些经典 这些经典会读的人 就会更加深 对净土的信仰 把读诵这些经典的功德 也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也属于专修的范围 它不属于杂修 不要搞得那么机械了 请问在家居士成立道场 念佛 作领众的居士 有什么要求 女众可否作领众 是否必须受戒才行 此次必开始 既然是在家居士的道场 当然作领众居士 也是可以的 但什么要求呢 你必须要服众 大家佩服你 能听你招呼 那你要服众从哪里服呢 你一定要受戒 如果人家的其他人 都受了五戒 乃至菩萨戒 你五戒都没受 你不受戒这一点 人家就 你就很难服众 这个功德 一定要从道德 从持戒里面来 这是第一 你道德 第二 你的信仰的水平 第三 你的管理水平 这都是你服众的范围 大家佩服你 你听你的招呼 你就可以做领众 大家不佩服你 不听你的招呼 你或者是 只是社会地位高一点 或者是有点钱而已 或者有点背景什么 这都是不可以去领众的 这个在修行的道场 是以道德为主的 念佛的原理方法 讲得非常自豪 我们可否求得 这个带子 你可以向师庭中心问一问 看看有不有 现今痴呆症患者 日益增多 便有年轻化趋势 仅上海就有二十八万之多 敬请法师就痴呆症的因果 即我们应如何救助给予开示 那么家庭 一个生了痴呆症的情况 或者生下来就是痴呆症 或者慢慢地它变成了痴呆症 这些都是有因果的 目前你看很多地方 大部分不信因果 不信轮回 它就会 就会什么 就会道德上 道德水平很低 道德水平很低 它以为只要躲得过他人的眼睛 躲得过法律 它就真正自喜 殊不知天网灰灰树而不露 一个造恶的人 比如在来坟里面有毒素 用滴滴味做泡菜 在家里 做等等这些坏事的人 这都有因果 所以你看有多多一些 乡镇企业很发达的地方 它赚了很多钱 可能这里面在赚钱的过程当中 不择手段 然后那个村庄的残疾儿童的比例就很高 为什么残疾儿童比较比较高 它就是父母在赚钱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是这个猫泥太多 猫泥太多 这个英国是不虚的 所以现在我们中国大陆 痴呆症的病患这么多 这是跟我们长期以来 不信英国不信轮回 不讲道德 有直接的关系的 一个子女投生过来 跟她的父母的福报 道德水平是有水平相似的 你这个父母就不讲道德 怎么会有很有道德的人过来呢 没有道德的子女 她肯定会有很多残缺 或者是肢体上的 或者是思维上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道德 才会叫极善之家必有于庆 极不善之家必有于秧 圣人讲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碰到这个情况 家里有痴呆症的儿童 一定自己要修要有惭愧心 现在呢 包括那些邪之邪剑 传播不好知见的 它也会导致痴呆症的一个因素 一定要弘扬圣人的教育 戒杀放生 多念佛号 从现在洗心革命 或者能够挽救救助一些 痴呆症的儿童也让她多念佛号 三顶官房居士恭请 一 世间 初世间 善法都讲 因果真是不虚 那么成佛以后还受因果吗 那么他是怎么成佛的 他也是修善因 修得善果 福慧善修成功的 所以他能够成佛的过程 就代表他因果真是不虚 但是成佛之后 是不是受他的 以前的恶念的因果呢 这里面可能是问这个问题了 成佛之后 他多生多结的 灭障也就空了 空了也就没有他的果了 是这么一个道理 念佛法门非常切我们的根基 只要信任念佛 养壮佛 佛词里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在世间我们念佛可以成佛 升到联邦也在念佛 然后成佛以后是不是还在念佛 成佛之后你是大自在了 那你念你也在念你的自信佛了 所以你这个问题不应该是你现在关注的 你现在关注的你能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成佛之后还要你关注干嘛 佛期期间同修精进念东陵佛号时 有人看见香光殿中央有一个十几米直径大的莲花 中间有一个师傅坐在莲花中心 大家在莲花上进行念佛 大莲花的上空有西方三圣 请问这是真心属性还是真心里面的忘心的泡影 还是佛菩萨为了增加我们念佛的信愿 而给予的慈悲加持属性 在念佛当中会有一些不其然而出现的一些境界 这些境界出来如果能增强我们的信心 我们以感恩的心把它理解为佛菩萨 增加我们的念佛信愿是可以的 但不要过于的执着这些情况 能够看到西方三圣能够 这一方面有佛力的加持 一方面可能阿赖耶诗里面有这个种子显现出来 但你心里明白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对这个境界过于的执着 请法师开示念阿弥陀佛名号与菩提心的相互关系 是否即使念佛号 佛号念得功夫成片 若不发菩提心 不将菩提心灌注在日常生活中 忍是喊破喉咙也妄然 菩提心是自信真心的显现吗 并非宣誓我要发菩提心就能发得起来 是否将佛号念到至心处时 菩提心就会至心中自然发起 请慈悲开示如何激发菩提心 有时候我们不要把问题搞得太复杂 在净土法门当中 对菩提心有一个本中的特别的全新 这就是偶尔大师说的 身性切愿及无上菩提 我们只要有身性切愿心 这个信愿心就是菩提心 那么我们用这个信愿来装严这句佛号 这就是我们往生的条件 往生的知量 这样你这种理解就把握到它的精神实质 就不会受那些知节问题受影响 对有的人说不发菩提心就不能往生 什么叫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 有的人是通途的菩提心 有的人能发得起来 那当然发得起来很好啊 它的品位会高啊 但有的人确实发不起通途的菩提心 但是他还是相信有阿弥陀佛 愿意去极乐世界 他能不能去呢 他也是可以去的嘛 去了以后再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发通途的菩提心嘛 这都有圣言量的根据的 所以不要在这里去纠缠的更多复杂的东西出来 还是直接从信愿下手 墨学是第一次参加佛期 几天下来感觉是个体力活 体力活 每天不是科夫婚成就是对付调举 再有就是以身体的疲乏和疼痛作斗争 妄念纷飞 真正专心在佛号上一心慈念时间占极少数 详情法师开始 这样打佛期 仅值重点福田吧 并无其他功德利益 如古德说 喊破喉咙也妄然 对吗 要知道我们在这里能够七天 能够在这里坚持念七天 它是一个体力活 它更是一个甚深的心性上 精神升华 消除涅脏 开发智慧的一个殊胜的修行方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昏沉 有吊局 有身体的疲乏和疼痛是正常的 而就是这些出来的时候 你能够意识到你昏沉 在昏沉的时候 你还不至于躺在地上 你还 这句佛号还能念得出来 还能听得进去 当下你就在对峙昏沉 在你的吊局里面 你吊局没有把你的身体 吊局到外面去 你还站在这个佛堂里面在念 说明吊局里面 你这句佛号 就像巴基狂风里面 你稳稳地站在这里 这就是功夫啊 你可不要说这仅仅是个体力活 喊不喉咙也妄然 不是这个事情 你能够七天打下来 说明你有相当的信心 要么你就开路了 早就颠了 就有部分人真的就颠了 他就跑了 你还能够坚持 你要这七天 绝对有真实不虚的利益 在里面 你不仅仅是种点福田的 你是种下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这样的功德 握到了往生净土的圣卷的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七天 以后你会体会 这个过程 过程当中觉得很乏味 你念完之后 你再回过头地看这七天 你会觉得是很难得的 往生是带旧业 不带新业吗 有法师说 我们学佛后 就不能再造业了 造了新业 就不能往生了 请问法师 经典上有这么一说吗 经典上没有这一说 如果有人这样说 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你说学佛之后 学佛的人就不造孽了吗 有这种本事吗 你皈依以后 你再想一想 你每天在打什么念头 你的念头就在造念 你可不是每个念头 还不是贪嗔吃慢疑吗 每个念头都有果报 还在造业 但造了这个业 能不能往生 这个法文就是代业往生的 所以代业往生 有人就说 只能代旧业 不能代新业 这简直是很荒唐的事情 代业往生 是旧业新业一起带的 因为我们无数节以来 包括今生 只要还没有证到无神法人 我们肯定是在造念的 这个念里面有善业 有恶业 有无济业 在凡夫层面上 造恶业的概率还特别大 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 就是在对造念的众生 你只要信愿持民 阿弥陀佛一定能拯救我们 经典当中 对这一点是谈得很清楚了 第一愿说 国无三恶道愿 就明确地传达个信息 你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一定下三恶道 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下三恶道的种子 不起现行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 所以你虽然有三恶道的 旧业新业 但是那里不能兑现 这愿力提供的 然后再告诉我们 你一个曾经信愿 持民一昼业的人 中间又退转了 又后悔了 就不想修行了 不想 不相信有极乐世界了 这样就按照一般的常人去造念 按他的自因自果 一定要下三恶道的人 这时候阿弥陀佛 在他的灵命中时 兑现他的愿力 梦中视线给他看 有让他真正清晰地了解到 有阿弥陀佛 有西方极乐世界 这时候他就发起了 重新修行的心 忏悔原来的这样的怀疑 那这样的众生也能往生 你们看看 《汉无两一》的《无量寿经》 对这个特别展示得很清楚 那这样的人可不是也造了心业吗 造心业没有关系 他只要有信愿持民 乃至一作业功夫 阿弥陀佛一定要让他往生的 经典当中是这样说的 可没有说造了心业不能往生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入圣言量 不要到处听这个说听那个说 你听得一头雾水呀 听来听去 哎呀 自己往生没希望了 就这样 好 经典行人到底是 《无量寿经》 《汇集本》还是原一本 请法师慈悲开示 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告诉你 进入宗主是已经有正确的选择了 正确的选择就是 选择原一本 印光大师在1934年 就已经给我们净土五经的定局 里面就是康生凯的本质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用原一本 第三 万修一二人去和万修万人去 这些都有依据吗 到底是一二人去 还是万修万人去 还有念佛怎样才能做到 念到功夫成片 请慈悲开示 这个事情都是很 万修万人去是有依据的 永明言寿大师说 这是禅宗法言宗第三代祖师 净土中的第六代祖师 号称古佛再来的 这位祖师告诉我们 无产有净土 万修万人去 若得见弥陀 何仇不开悟 万修万人去是从这里过来的 实际上永明言寿大师 这句话也是根据圣言量说的 因为阿弥陀佛的大愿 是要平等普度一切众生 是那一个众生都不遗漏的 阿比地狱的众生都要度尽的 度尽阿比苦众生 所有冤非乱动的众生 都要度尽的 阿弥陀佛是发了这个愿的 那么只要信愿此名 决定是万修万人去的 现在到成了万修一二去 这就是跟佛言主义抬杠的 也根本就不符合事实了 自古以来 往生的人那是无量无边 无量寿经里面佛说的 释迦牟尼佛说 在我们娑婆世界 有六十七亿得到不退转的大菩萨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那些小型菩萨 往生者那是不可计数 那么万修一二人去 这个话怎么出来的 我有时候也想 这个楚师禅师 原来写过一个诗 他主要是指这个净土法门男性 佛说男性成男性 亿万人中一二支 曾经有这两句诗 是不是从这里演变出来的 他只是说 亿万人中不了解这个净土法门 不相信净土法门 一二支 但是我们说万人 你只要信愿持民 决定是万西万人去 但你不具备信愿 那当然是喊破喉咙也忘人了 韩山大师说这句话 也是指那个 不具足信愿的人 喊破喉咙也忘人 如果具足信愿 那就不是这么说的了 所以这个 也不要去 在功夫上去下功夫 因为往生一法 是要靠信愿持民 没有说你一定要功夫成片 才能往生 没有这一说 也没有说要清净心 才能往生 也没有说要开悟 才能往生 也没有说要修多少福德 才能往生 也没有说要修什么禅定 才能往生 它都不是这个样子 十八愿给我们传达的是什么 你这个 舍我得佛 十方众生 自信信药 遇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 则不取证据 十方所有的众生 听闻到我的名号功德 那个发起自信的心 发起自要的心 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然后功夫上乃至十念 你就是念十生 这个十生通临终十生 也通平时十生 你平时只要念十生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给我们的 张众的承诺 你一定往生 诺不生 则不取证据 所以这个往生一法是 无条件的救度的 阿弥陀佛没有给我们设门槛 设了门槛就说明 它不是彻底的慈悲了 阿弥陀佛对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 似同等同一指 无量节以来发愿修行 就是让所有众生到极乐世界去 它不设条件 阿弥陀佛没有给我们设条件 我们自己一个自己设条件 把门槛抬得很高 那这个东西不是愚痴 就是别有用心 它没有把门槛抬高 那你要功夫成变 你这个门槛就很高 功夫成变 要扶烦恼才能功夫成变 那谁能把烦恼扶得住 连偶依大师所视线的 他都没有扶住烦恼 他是明治及佛 明治及佛的位置就是 见识会没有断 不仅没有断 福都没有扶住 连祖师都这样自信 你怎么能要求我们这个时代 列掌慎重的凡夫 要功夫成变呢 功夫成变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 但他绝对不能作为是否往生的一个条件 明白这个道理吗 这个功夫丰富是否成变 是我们在念佛的过程当中 这个不求自得的 水到聚成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在功夫上 今天众位爷爷同学 他还很担心 临终这一念一定要在阿弥陀佛上 临终这一念不在阿弥陀佛上 就不能往生 如果你有这个观念 你可就是一辈子修行 都在恐惧不安当中 因为谁能保证临终这一念 就在阿弥陀佛上 净土经理没有提这个要求 这个只要求我们信愿持民 我们满足的信愿持民 平时有信愿持民 乃至于作业的功夫 临终往生的情况是阿弥陀佛的事情 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知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们就不要管是否正念不正念 这个事情阿弥陀佛跟我们包干了 有正念也是阿弥陀佛让我们有正念 没有正念阿弥陀佛也能把我们 拽过去 舍取不舍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假如有人此生行善念佛 或信佛念佛前犯过错误 现已忏悔 悔过忏悔 但过去是沉于其他众生 结过极深的仇恨 或有过命在 灵命中时 虽有怜有助念 但无死结 冤亲在主极多 都来索命 不肯放过灵命中人 此人能否往生 请开始 这还是你 没有对阿弥陀佛的那种 微神愿力的那种功德 还是没有了解 所以没有信心 我们无量节以来 确实犯过很多的错误 确实有很多冤情在主 如果要把冤情在主 都给他债务关系 都了清了 才能往生 那你说 你能了得清吗 如果了清了 才能往生的话 那我们还要 阿弥陀佛干什么呀 我自己就有能力 了得清 解得了 解决了这个念障 我可以不要阿弥陀佛吗 就是由于我们冤情在主 这些念障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才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忙 他跟我们兜起来 就好像我们欠了很多债务 现在要逃债 这个房地是我的哥哥 我跑到房光里面去了 这个要债的人他进不去 这个就是我们在 信愿念佛的时候 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光明的附持 这些冤情在主是靠不住的 靠不拢的 昨天我们也谈这个问题 他那些 不仅靠不拢 而且他也看到你念佛 他也能得利益 他也欢喜 共同地就在佛光里面 冤情在主的就烟消云散了 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所以千万不要老是在 哎呀 冤情在主太多 这方面的怕他灵命中 是这样那样 你不要做这种担心 你还是恳切地念佛 阿弥陀佛一定能富裕我们 加持我们 那些不想放过你的冤情在主 这时候他也不得不放 因为阿弥陀佛的微生愿力太大了 阿弥陀佛会告诉他 这个人已经是归我了 归我保护了 那他有什么办法 所以你不要害怕 好 这个人也一定能往生 譬如下下根气之人 或文化低的信众 对金刚经之类的经文 不能理解其意 但每日读诵 是否能获得利益 获得聪明 这是可以的 你不要总是对下下根气很在意 每个众生都有佛性 都有广大志 无师志 下下根的人有上上志 上上根的人或者他没有这个志 就在一念的迷雾当中 就在一念的迷雾当中 文化程度低 你不要怕 六祖慧能还不是字了 那念金刚经 你只要去念它 读诵 读诵 你引发我们的文性 读经千遍奇异自现 每日的读读经典 就是开发我们的智慧 用自成心去念 引发文性 以无分别的心切入 这样就能得到法上的利益 就能获得智慧 不仅念金刚经 就是我们念佛 义父如是 这个观经讲 我们读佛正变之海 从心相生 像阿弥陀佛变之法界 势力因果如大海般的智慧 就在我们每一生 称念佛号当中显现出来 所以念佛开发智慧 刚才有人说 我觉得这七天念佛是体力活 不知道你每一生佛号 都在开发你的智慧的细活 心性之活 哪是一个体力活 体力活 不要小看六字活名了 下面大家还是住 开发智慧的威细的活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 我们还请你赶紧带来 你还请你赶紧带来 东西 我的存在 我之前 �闹来 我之前 我之前 正比达